今天我们吃猪蹄火锅和小笼包 先把小笼包蒸起来 张莫菲 帮我蒸一下包子 我懒得摆盘 好的 我们来做猪蹄火锅 先把牛油底料炒香 加一点点水 最喜欢这个斯拉斯拉的声音 下面垫上宽粉 然后把这一大包黄豆猪蹄弄上去 最后再把蔬菜包放进去 包子好了 好玩 准备一个灵塘椰汁 先来一口 我在想这个小笼包 可不可以放到汤里面蘸一下 为什么不可以 咱们不就是这样放的吗 把它加到火锅里面 我只有在拍视频的时候 才能吃上热乎的包子 蘸一下这个汤汁 吸满汤汁 完美 太爽了 谁这么会搭配呀 该不会是我自己吧 冬天吃这个太爽了 哇 哇 这个火锅antas包子真的太炖了 粉条也好吃 诺鸡鸡的 酱 Supreme 酱鸡鸡鸡压 总和酱子 酱鸡鸡볶 鸡的鸡鸡 鸡鸡 鸡鸡鸡 朱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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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我感觉这个汤拌饭也是一绝 你们吃过重庆那种扎皮火锅吗 好好吃 我觉得冬天来上这么一份热乎的太爽了 滷下肉肉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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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冬天都能吃上一口热乎的 今天又是摸鱼的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